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晴的玩具分享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IDW30周年纪念系列的天杀 那么喜欢本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点赞,关注,订阅,收藏和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产品本身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产品本身 我们玩具产品本身呢,有我们的玩具说明书,还有我们的这个荷包啊 那么荷包这一块呢,正面是一个大大的天下的一个人物形象 非常非常的帅啊,尤其他这个鱼尾手这一块真的是看得非常非常的爽 说明书呢,是一是两份啊,这个是一份英文,一份的中文说明书 还可以见到以前的老玩具还是比较良心的 采用的是这种厚纸皮的一个说明书,而且算是半彩一满 现在再看看现在的啊,这个已经变成了纯那种保纸质的 那却是半黑白印刷的一个状态了吧 荷包正面天杀的形象,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真的是非常帅啊,也是读到我了 那么背后这一块呢,就是它的一个人形形态和一个鲨鱼形态的一个展示 甚至在它的下方呢,这块还有一个树枝条啊 那么很怀念这种树枝条的这个设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这种的话一般是在老机的玩具上,大家都是能看到的 各方面树枝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那么好,整体的一个荷包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把荷包放一边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玩具产品啊 玩具产品本身这一块呢,天杀这个形象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虽说最早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喜欢啊 个人感觉呢,天杀这张脸啊,有点丑 那么峰会上面这个天杀呢 这个脸型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但是玩具上面怎么说呢 总感觉它把这个脸做的有点傻了吧 我们拉近镜头可以来看一下啊 这个脸总给我有一种傻憨憨的一种感觉啊 说不上 但是怎么说呢 应该四个线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啊 玩具的主体色呢 以黄蓝灰色这三色为主啊 少许的一些这种海蓝色呀 那么银色的一些点缀啊 大体上的大色都是这种黄蓝灰三色为主啊 可动方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可动的话头雕呢,只能360度旋转 它没有抬头和低头抬头低头呢 你只能靠它后面这个关节硬往上掰 那实际上不建议大家去硬掰啊 肩膀这块呢 360实际上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得把这个背包啊 得稍微给它让开一点点 然后胳膊放直 36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可以做到的啊 完了呢 再就是它的平举 平举的幅度呢 就一点点不大 而且七边这个胳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是有点松 这个是毛钉关节 再加上这个手前端有这么一个炮的一个设定啊 偏沉 所以说它实际的这个胳膊的平举的稳定性不是太好 那么这边的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比那边的胳膊就好的多的多的多了啊 那么手手这块旋转的关节都是一模一样的 360度旋转 手手弯折呢 基本上也都是标准90度 这边的手呢 稍微差一点啊 比这边的手稍微差一点 因为造型件的原因啊 上半截的可动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半截的弯折 左胳膊比右胳膊好点 这边的手呢 右胳膊有个手 手的话是后脉四肢联动 单独的大拇指可动 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 还是不错的 至少有个可动手啊 那么这一边的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它的界隐喻有一个按钮 当我按动它的时候呢 它的胳膊就会进行一个旋转啊 还是很有意思的 完了在它的另一边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弹簧 刺激的一个机制啊 我们按一下 它的子弹呢 就会弹出去 而且它这个子弹呢 是一个螺旋式的子弹 弹出去的时候是 带着这种旋转的感觉出去 也是比较炫酷的啊 然后在它的尾部这块呢 这两片的这个零件啊 是有可动的 这两片是可以打开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片实际上是可以打开的啊 也是非常的帅气啊 真的是 感觉它这个整个人形 最帅气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左手啊 玩点多 而且非常的有意思 要不没有可动啊 把它这个鲨鱼旗 往后翻着一点 好 翻着一点之后呢 我们把看一下它的腿 腿侧踢 没问题 前踢 我们从上面来看一下 就这么多 后踢的话呢 把刹车棋稍微让开一点的话 可以完全踢到后边啊 这是我在近期为止吧啊 见到后踢幅度最大的一个 变形金刚了啊 那么腿部腿跟的位置呢 有一个旋转轴 360度旋转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膝关节的弯折呢 是一个标准90度 脚底板的位置没有接地 但是有一个前后的可动 那么翻到后面呢 这回并不是背部的头胶 让我比较感慨啊 反倒是小腿后面 应该算不上头胶 这个呢 应该是它设计的原因 因为它这要照顾到 鲨鱼的一个形态啊 所以说这个片的两个位置 包裹的呢 其实呢 算是鲨鱼的腮部 以及它的下牙的位置啊 但是到人形那下 就显得它的后腿 这块确实确实 过于空洞啊 怎么说呢 比较可惜吧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 办法啊 毕竟呢 你要兼顾到鲨鱼形态和人形 总会有一些取舍嘛 对吧 那么整体的人形 那下的一个可动介绍呢 也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变形过程呢 并不难啊 顺便跟大家一提 它这个背包的位置 背包这个位置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其中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得把这个背包打开 两片呢 都给它翻开 翻开之后呢 把它反向这么折叠冲上啊 它的背包呢 你可以选择这么放 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喜欢哪种摆放方式了啊 这样子的话呢 我个人一般是比较喜欢一些的啊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就跟大家简单推荐一下 变形的时候呢 刚好跟大家说这个变形呢 正好再讲一下这个背包 变形的时候往回变啊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两片打开 然后呢 哎 顺着这个借助塑料振性 中间这个轴的位置打开 然后呢 把它整片的哎 全部翻过来之后 再往后打一点 然后就让它保持这个样子啊 全部打开这个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 它身上的其他的变形步骤 首先杀鱼嘴的位置啊 给它翻上来 把它那个标志翻到里面 然后杀鱼嘴 这会儿可以拔出来 往下放 先给它放着 不着急 然后呢 手部这一块呢 也给它打开 片面 这块给它翻开 翻开之后呢 手的位置 要给它往内进行翻折 在它后面这块刚好留出来了一个洞的位置啊 我们要把它收纳在它的里面 收纳进去完成之后呢 肩膀两侧这两个小片 记得给它推进去啊 推完之后呢 头部往下放 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呢 把脸冲后 脸部冲后 然后再把这块这个片给它整个放下来 好 腿的这个位置 如果放不下来的话呢 就把腿这个位置往下打一点啊 然后再把它往下放一些 那么这一块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变形完成之后呢 这边好看呢 这是鱼啊 九月 鱼啊 九月 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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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头的位置放下来点 上面的位置给它扣好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后面的胳膊这地方进行个调整 旋转一下 保证它胳膊内侧这边是一个凹槽 然后呢 再旋转一下 这边也是啊 这边有个凸起 这两侧呢 是冲到最上方的 然后把它两边的 零关节呢 往内进行一个翻折 翻折之后呢 记住鲨鱼尾部啊 这两个带尖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冲下 然后上面呢 手臂的位置 整个要给它往后 它里面有个关节是缩进去的啊 我们给拉进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关节 原本是拉直的 我们现在呢 要给它整个往后推 哎 它就缩里面了啊 缩进去之后呢 这一片就会形成鲨鱼背鳍 靠中尾部的一个遮盖片了啊 那么中间这两片还有腮部 以下额下下下下巴下巴的位置啊 应该叫不是下额的位置啊 下巴这个还有牙齿的位置呢 就是它腿部这一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整一下这些部分 然后背包呢 往后躺一下 鲨鱼鳍的位置 这时候呢 给它转向方向啊 转到正常的这个位置 腿部的变形非常简单啊 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简洁的一个卡扣关节 我们可以可以拉进来看一下 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它就靠简简单单 这么一个小片 它把这个腿就卡住了 然后我们在变形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片脱开 然后呢 整条腿啊 就跟它那个后面这块 这个板子往回缩一样 它这个呢 也是要往回缩的 缩的同时呢 脚后跟的位置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要搭在这 然后整个这一片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往后翻 整个翻过去之后呢 顺势呢 再把它这个腿往上推上去 顺势再给它推上去 同时呢 鲨鱼鳍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住 要给它调整好一个方向 这边慢慢的给它收纳进去 这块有点打啊 好 这边调整一下 好的 那么基本上呢 一边的一个鲨鱼腮部的一个变形啊 还有它前嘴这一块就算是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啊 然后这一边呢 也是同理啊 我们把它这个腿啊 整个给它松脱开 松脱开之后呢 这一片脚后脚后跟往后翻 翻到同时呢 把蓝色的这个大腿跟呢 也给它放在它脚后跟的位置 然后这一片整齐往起来推 推的位置呢 两边适当进行调整啊 基本上推到两条脚 一平齐 然后在脚的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结合位点 确定这两块在一平齐的时候 哎 能插住 这块就说明 两侧这边肌绑是变好了 啥头的位置呢 如果你发现开了 你就稍微往下压一点 嘴下唇 这个下巴壳这个位置啊 这块有个结合位点 我们要给它插住 插住之后呢 它的下巴也就算是大功告绳了 刹一头 哎 一调整 这个位置一压 那么最后的呢 就是把侧脉两侧的这个片 给它完全包裹起来啊 包裹的方法呢 也很简单粗暴 鲨鱼旗的位置 再次进行一个调整 旋转一下啊 然后在它的侧脉的位置 这块呢 现在鲨鱼旗挡住 这块里面是个凹槽 我们正好把鲨鱼旗 划到这个凹槽里面 把它这旁边这个片呢 顺势呢 就转过来了 然后呢 这块这个片呢 如果你发现 它这个地方不好卡 你把这个转轴的地方 记得也要同时调整一下啊 这边给它放进去 哎 卡好之后呢 这一片刚好 这块的空隙 刹一起就顺进来了 然后呢 整个前面这一片 上端有两个凸起 在这块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两个凸起 然后对应在这边内侧呢 这有一个凹槽 然后呢 在这后面还有一个凹槽 下端呢 这有个凸起 对应在塞内侧 这边有个凹槽 我们现在要做呢 就是把这些关节呢 全部给它卡进去 就完事了啊 卡好 哎 那么一边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 另一边呢 也是同理啊 这边呢 鲨鱼骑的位置 然后把这块掰开 根部这块 这个轴往前翻 然后这块 整个给它往上翻上去 这会儿给大家腾出来 看一下 这块是有一个空的啊 这话 然后刚好呢 就把这个鲨鱼的 旁边两边的骑 这个位置 给它顺着这边滑进去 哎 滑进去之后 这边往上开始推 推到头 注意啊 推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 这块这个图 一定要推到它 这个鲨鱼骑里面啊 多调整 慢慢的调整一下 哎 这边 哎 推进去 上端 简单密合一下 OK啊 那么击绑鲨鱼头 这一边就完成了 还有最后一步是哪呢 它的最后一步是在这儿 就原本我们在 快扣背部 这块这个板件 也就是右手手臂的 那块那个板呢 再跟整个两侧的这个 包裹板的后边呢 还有一个结合位点 是在这一块啊 它下面是一个小图 对应身边两个小 形成的一个卡位点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把这儿 给它卡上 这个位置 那么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卡位点 给它调整好 卡进去 好 前面整体再给捏一下 捏完之后呢 稍微是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的大鲨鱼 就算是变形 完成了 那么在这个鲨鱼形态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 身上的这个细节纹理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我们拉近镜头 来看一下细节 这个鲨鱼身上 这种机械纹理质感 稍带上一点点这个平滑的过度 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 然后少许的机械纹理质 然后尾部这一块这个联动机制呢 依旧还是在的 并没有去 说因为你变完人形 这个地方就玩不了了 可以看一下 该有的它还是有啊 然后鲨鱼尾部这块 你嫌它尾棋小 你就可以把它这俩 尾棋再给它张开 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鲨鱼形态下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动 唯一可以动的就是这个 鲨鱼嘴啊 这边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 可以看一下 鲨鱼嘴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 还原鲨鱼 咬人的时候这个场景啊 或者咬咬我们的汽车人 还是其他的啊 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然后呢 有点不太好的 就是给我感觉 它这个密合啊 不是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着这个上面的缝隙啊 是比较偏大的 这一点我是一直都没想通 这个其实变到位也变到位了 该卡的地方我们也都卡了 但是呢 确确实实这个地方是卡不太紧啊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那不真正啊 有些稍微的挤碰的原因 但是不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具啊 整体的变形设计 包括这个鲨鱼形态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非常的把气 非常的帅气 如果能碰上的小伙伴们啊 现在能收的 那就收一个吧 这个模具 我真心推荐大家买一个来玩吧 尤其是这个鲨鱼形态 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的话呢 可以点个关注 订阅收藏和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